齊鶴曲斯文 不用等 立即看 就是你 小池 楊萬美 全眼無聲 色細流 樹蔭照水 愛情入 小河財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 立上頭 這首都是性詩 楊萬美的小池 這首詩是講他眼前小池的景象 和荷葉生長時的獨特形態 只要有獨特形態 我們後面慢慢再講 首先看一些詩內的字 大概一點點解釋 如果大家浸過溫泉水 即是出水的位置 那裏都是全眼 然後詩內的第二句 樹蔭呢 其實是解釋這裏 即是樹蔭 樹蔭大家都知道 就是太陽照射一些樹 出來的影 最賣就是樹蔭 好了 小河 有些人會說這是河花 也有些人會說是河葉 原來大家只要對河葉的生長 沒有人有認識 看過也好 或者網上列的圖片也好 都會留意到這裏是應該解釋河葉的 為什麼我解釋小河呢 原來就是指河葉剛剛出水面的時候 原來我們一吃河葉飯 河葉打開一塊一塊 原來河葉還未開的時候 就成為尖尖角 所以第三句就叫小河財路尖尖角 通常這樣尖的地方 最適合的是蜻蜓飛上去 即是揭一揭 這裏第四句 早有清平立上頭 在這裏就讀上字 楊萬里本身就善於寫景 山山水水 他自己就製成一種獨特的風格 所謂獨特的風格 除了生動之外 有一個很特點 他就好像用今天的角度來看 他就好像懂得拿著攝錄機去拍照 或者拿著攝錄機去拍照 即是捕捉到很重要的一刻 在這裏我們譬如說景物描寫的 當然有一個最理想的 大家可以看到一篇描寫文 即是新動 寫的好新動 我們看這首詩也一樣 當然大家覺得 新動是最好的 因為首先第一句 這個廚眼是慢慢慢慢的熱水 是這樣出來的 這個是一種會動的狀態 但是 不是故隆故隆速 它是無聲色細流 慢慢慢慢的速 這種細緻的鏡頭 當然大家如果走開大自然 就不太容易看到 大家看文學作品也好 或者大家去作文也好 當然能夠把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捕捉住 會動的東西 大家不留意的東西寫出來 當然會覺得它隔外 很珍貴 而這裏所謂的新動 除了它 詩的全眼 慢慢慢慢有碎蟲之外 而樹蔭 照射在詩面上 樹蔭照射 這些 我想大概 一般人 如果初學寫作人 不太容易留意到的時候 平日就應該要留意多些 好了 最後那兩句 就是 所謂它捕捉到重要的 新動的鏡頭 就是 蜻蜓是懂得飛去 未開的河耳上面 就是 嘻一嘻 其中一句 是它寫得新動的地方 好了 然後裡面 這首詩裡面 也有一個 所謂異人 異人的地方 就是 全眼 色細流 無聲 當然本身 所謂 全水湧出來 如果咕嚕咕嚕的聲音 是一種 水 所謂 撞到 全眼洞口 發出的聲音 水也會真的沒有聲音 但它 說回這首詩 它第一句 水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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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逐一點 逐一點 不是那麼隨便 就湧出水 所以 這裡 全眼 是無聲色細流 這裡 就是一種 異人的手法 好了 剛才說到 最重要的是 它懂得 抓住 最重要的那一刻 因為原來 我想大家平日去看 荷花池 都不會這麼容易 看到 被荷葉 開了 和未開的狀況 我這裡 就給大家看兩幅片 第一幅片 就是 青蛆 飛到 剛剛 上水面 的 荷葉 尖尖 離開的 你看到 好像一支麥克 一支棍 青蛆 就飛到頂上 好了 我們再看第二幅 第二幅呢 當然 荷葉 開了 青蛆 都可以飛上面 但是 都是飛到哪邊 而 楊萬里 就抓住 第一幅 這個鏡頭 就是 荷葉 未開的 尖尖角的 那個床牌 我們看回 今日現代文學的 那些 貨文 那些 三文裡面 譬如 金小子 的 《風雪中的不平》 又是同樣的 去抓住 鏡頭的 重要部分 譬如 未落雪之前 的那個 場景 一路寫到 落雪那一刻 這一種 當然就是更加深入本 一步一步的寫 又有所不同 我們有 下個尊 這個《白馬狐之冬》 《白馬狐之冬》裡面 寫的 就是 作者 在書家裡 看外面 雪景的狀況 好了 我們說到這裡 如果你不妨把 這首 詩 和這兩篇 經典的 所謂 三文 貨文 去比較的話 你就會發現 一種 就是 可以捕捕到最珍貴的鏡頭 寫出來 另一種 就是 一步一步的 當然 每一步都寫得很細緻 譬如我們拍片 錄片 每一段 都可以捕捕到很多 很詳細的 很珍貴的鏡頭 然後 剛才說到《白馬狐之冬》 就留在室內 望得到外面 樂視的情景 三種 大家不妨 寫作也好 或者讀書文 三個比較一下 想一下有什麼不同 記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